大家好,我是三喵鞋,小伟们上岗 这前几天啊,乌克兰跟俄罗斯正打仗的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这不,俄罗斯掐住了黑海乌克兰对外运输的这个通道 不断在拿导弹去扔奥德萨 很多人觉得这又是跌的一步大旗,跌的一步妙计,对吧 就差那个什么,拿着这玩意儿说评书了 那么这个粮食运不出气啊,受到影响最大的 那当然是非洲,我之前做节目讲过 那么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 它的这个葵花紫油占整个的世界的这个商品产量的45%到50%之间 那就不要说还有玉米小麦等等 那么乌克兰这边的粮食现在外运有困难的情况下 俄罗斯看起来像是对非洲施加了援助之手 俄罗斯也是一个世界粮食主要的出口国 那是以前,包括之前啊 这俄罗斯它是小麦 它是占据主要的出口地位 那么非洲各国来找俄罗斯的时候 普京大帝就跟他们说了啊 我们呢,这个你们这六个国家 总共是六个国家,我们我计划每年给你们国家2.5万吨粮食 啊,你要知道我们这粮食多的吃不完,对吧 你们要认清形势,对不对 我们去点从乌克兰这边就搞来了580万吨粮食,对吧 那你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实力在什么地方 现在你们要认清形势,对吧 这俄国军队那是天兵浩荡 那个是势不可挡 这乌克兰纳粹乌贼乌纳像三喵那种 为乌纳摇起呐喊的人渣败类 他们的覆灭就在眼前 你们一定要认清形势 将来跟哥混,跟俄罗斯混 每年给你们2.5万吨粮食 啊,哥也算了 你们这个国家的体量 2.5万吨粮食,解决激化问题 绰绰有意,可没从想 这非洲这边啊 他们一边说,嗯,现在乌克兰粮食不能出口 这件事情啊,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粮荒 其实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 另外呢,这些国家对俄罗斯说 我们希望尽快的履行黑海粮食协议 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时节来 只是俄罗斯免费给你的这种粮食 这几个国家明确表示 我们不敢去要这种东西 我们还是希望俄罗斯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 咱先不说结束战争了 先来履行黑海粮食协议 你要说怎么就搞成了这个样子呢 这些非洲国家有不少 这个政治社会真的是一言难尽 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个津巴布韦 这津巴布韦都已经因为他的货币成了一个笑话 对不对?而且啊,这些非洲国家有不少 就是学俄罗斯嘛,对吧 这个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几十年一直服务到坟墓 这样的这个走正道的国家 大家聚在一起 你看俄罗斯哪怕白给兄弟非洲的东西 都不能让非洲兄弟去满意 这是为何呢?其实这个就是国际社会上商业 包括这种现代社会上通用的一个准则 绝对不是说你建利益就可以去收买别人的 很多人总是觉得现在国际社会看的就是利益 国与国之间那看的就是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我之前讲过 但是这个这个话完全可以再讲一起 但是你看见没有 这些个非洲国家为什么放着眼前的这些利益 他不要呢?我白给你啊 对不对?很多人把利益的理解肤浅了 对吧?这种国家 它是一个需要长期存在的政治实体 将来乌克兰的战争永远 不可能永远打下去 那么这场战争结束之后 那么国际秩序之下谁说了色 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国际 秩序之下这些非洲国家又该如何自处 对不对?那么眼前的一点点利益 跟将来冒的风险比起来哪个大? 这个难道不是更长期的利益吗? 说国跟国之间只有利益 人跟人之间只有利益的 您是不是忘了利益这个东西 咱们的解读不一样 您以为的利益是什么?对不对? 就是只要给钱就得 对吧?只要我白送给你的东西 你就得跪铁 就类似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一旦牵涉到长期的东西 就是很多人分不清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长期 就是在我看来 很多人他们说的利益也好 包括这种其他的东西也好 都有一个限定条件 都是在短期之内 什么意思呢? 就是都不要说我活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了 而是说我做完这单 我就再也不想有下一单的这种事情了 就无所不用其极 这叫利益 这是他们理解的唯利益论 您就比如说云南 很多地方导游 坑旅客 对吧? 包括之前东北雪香 我们磨到后后 磨了那么九个月 就是等着这三个月宰羊呢 那就是做了这单 我就不指望这些人下一次会来 反正还有 那这种短期啊 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这样做 你能控制住人家 而且你能确定 你干完这一单之后 要么你自己就不存在这个世上 要么呢 也有别人过来骗你 可是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 包括这种公司跟公司之间的 相处 其实不是那个样子 它是一个长期的 对吧 而且它也不是一个无限的 你要说你短期 你坑一个人 那我可以还有其他的人来雇你坑啊 那这种短期看起来能玩得下去 但是国家也好 公司也好 那都是有限的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 整个的信息透明的情况下 你的这种坑人 你的这种玩短期 不惜损害自己 长期的这种信任 信誉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很多人可能不认为 这个信誉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那当然有关系了 现在你跟着俄罗斯 那就是国际建民 对不对 你看俄罗斯都已经跟朝鲜混到一起了 怎么你也准备跟朝鲜混在一起吗 当然这个非洲的很多国家 可能很多人会嘲笑 但是怎么能跟朝鲜混在一起呢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 在国际上的信誉 可以说是彻底破产 这朝鲜是什么样子 那就是拿着一个煤气罐的大号叫花子 这种形象 怎么着 难道这个国家将来想变成这个样子吗 那肯定是不行的吧 再加上朝鲜背后 还有一个南斯拉夫或者西朝鲜 在明着暗着护着他 给他书写 那么这些非洲国家您真的指望有这样的吗 那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你还是得融入到国际主流社会里面 而你融入到这种国际主流社会里面 最起码的尊重国际秩序 尊重自己的这种信誉 之前有人跟我说 三彪你聊一聊 你既然说没有什么奇迹 所有的奇迹背后都是有不堪的东西 那你聊一聊这个二战之后的这个 那个德国跟日本的经济奇迹吗 那个是后世的这种说法 其实二战之后的日本跟德国 你会发现他没有什么奇迹 他就是我尊重现有的这种国际秩序 尊重现有的市场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 我在市场秩序里面 我怎么样来通过这种比较优势 国际分工 我来做成自己的这种东西 那这个很明显 那前提一定是尊重这样的一个市场国际市场秩序 然后日本二战之前那个工业水平 在大工业国里面算是比较弱的 你看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这个汽车电器已经非常非常厉害 而这种东西是靠着尊重市场秩序得来的 当然有人又会说了 这个日本那样不是还被美国的广场协议摆了一道吗 您这个比起昭和日本又当如何呢 所以说这非洲的国家放着眼前的粮食不要 那无非就是土长期 如果这么做的话 那就是相当于鲜锅子 这种长期的秩序 您就是一个破坏者 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那个俄罗斯就是一个国际上长期秩序的破坏者 那俄罗斯为什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国际贱民呢 因为他到哪都是在破坏秩序 破坏秩序 破坏秩序 比如说这个 俄罗斯他之前入侵克里米亚 之前他又在乌克兰东部去拱火 是他自己在拱火 把乌克兰四周给搞过来 然后又拿这种天然气石油 作为一个威胁 做商业讲究的是平等 就是自愿交易 我来卖东西 您来买东西 您如果不想买 我是没有办法去拿捏你什么东西 但是俄罗斯就是把所有的这种商业也好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给当成了一个威胁 那这些非洲国家的总统们 您要说一个个受教育程度 应该也不低吧 对不对 那么他们也应该会知道 对吧 这个粮食如果将来握在了俄罗斯手里 想想当年这个能源 欧洲各国被握在俄罗斯手里之后 那么这些欧洲国家 他们被俄罗斯曾经一度被拿捏成什么样子 那么非洲国家 他们的粮食将来如果再被拿捏到俄罗斯手里 那俄罗斯如果再拿粮食拿捏他们呢 对不对 您要知道啊 这个非洲国家的粮食 事关国家的这种稳定 到时候如果俄罗斯我拿这个粮食 我就不可以出口非洲了 当然我也相信啊 这个时候肯定国际的救援应该会有援助的 但是谁知道呢 因为俄罗斯人家可是号称武德充飞 谁知道人家会不会拿导弹去袭击运粮船呢 对不对 这个天然气这种东西 那我们可以找替代的能源 那么这个粮食理论上讲也能找到这种替代物 但是如果真的俄罗斯真的就破怪破拽呢 所以说以其之下 我为什么甘愿把自己给绑在俄罗斯这边呢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不释杰拉之事 就是俄罗斯为什么我说他是国际贱民 整个的国际上 他的这种国际信誉 长期信誉完全破产 如果说之前的时候 这些东西还在遮遮掩掩 还有人觉得这个俄罗斯这样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从此之后 你看这个连马克龙都不给俄罗斯去站台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整个的信誉是彻底破产了 这不是某东方神秘大国也都不敢公然为俄罗斯站台吗 对不对 那这说明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说连非洲熊兄弟都不理俄罗斯了 这是一个很谦谦的道理 就是你的这个利益到底要不要考虑长期的东西 你还是就准备一锤子买卖这种事情 很多人总是觉得我要看利益 所以一锤子买卖怎么样就百毒的把别人给坑掉 这是好样的 您根本就不考虑长期的这种事情 当然在某些地方这么做 可能您还真的能够让自己活得比较的滋润 对吧 但是在文明社会里面 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吧 这不管是对个人对公司 还是对国家都是如此 当然我说的所有这些可能对您来说都是白说 那就是这个大家大陆朝天各走一遍 您呢 去做您的这个特别愉快的坑人的生意去 对吧 那我呢 对吧 这个就觉得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混蛋 那咱们大陆朝天各走一遍 行了 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